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武林高中学生严律典,陈阳荣,陈晴,王景渝,在外交部及教育部举办的外交小尖兵夺下武林第七关,他们从八月起练习英语绘画,制作道具,思考主题,最终以快时尚未提演出英语话剧,探讨资源浪费,环境污染及劳工剥削等一题。 陈晴,严绿典,陈阳荣,王景渝分别演出服装模特儿,设计师,唯力仕途的成衣场灌老板鸡杯苦的越南女工,为求生动,指导老师储千奇还找来担任美姿美衣老师的朋友,教化妆,走台步,并带学生走进布料工厂观摩,用尽身边资源只求让学生在竞赛中全力以赴,储千奇开玩笑说,我快没朋友了, 有趣的是,王景渝早在国小二年级时,就曾在电视上看选拔赛转播并立志参赛,这次勇于参赛获得好结果,陈阳荣也笑说,想着从小就爱欺负她的哥哥,演出欺负人的冠老板时,简直浑然天成。 自信是一种自我催眠,曾出国一年当交换学生的言律点表示,以前自己很害羞,怕上台,而且经常买成衣品牌,对于成衣生产无感,这次比赛带给她很大的改变。 被老师誉为500-0的成型说,校内选拔时,看到很多语文自由班同学报名,对自己很没信心,意外入选后投入更多心力准备比赛,也和不同班的同学碰撞出许多。 火花,她说,走台步看起来简单,但练习起来真的超级困难。